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爸爸的眼睛不见了 猪爸爸常戴着眼镜 他戴上眼镜才能看得清楚 猪爸爸戴上眼镜之后 一切看得很清楚 但是当猪爸爸摘掉眼镜之后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很模糊 所以对猪爸爸来说 知道自己的眼镜在哪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猪爸爸会找不到他的眼镜 佩奇 乔治 你们见到过爸爸的眼镜吗 他到处找都找不到 没有妈妈 佩奇和乔治不知道爸爸的眼镜在哪里 噢 糟了 爸爸没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到 这会弄得他很焦躁的 没有眼镜 猪爸爸根本看不了报纸 这真是令人无语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肯定有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了 你还记得最后把眼镜放在哪了吗 我不戴的时候都是把眼镜放在口袋里的 但现在不戴口袋里 那么爸爸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去找眼镜吗 好主意啊 佩奇 如果找到了 那爸爸就不会这么焦躁了 我并没有焦躁 佩奇和乔治开始帮爸爸找眼镜了 佩奇找了报纸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不在这儿 我们到楼上爸爸妈妈的卧室里去看看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找 乔治 你要小心一点 别把东西碰倒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佩奇找了枕头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也不在那儿 乔治找了爸爸的拖鞋 但是眼镜也不在那儿 我们去浴室看看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浴室里找 眼镜不在浴缸里 哦 眼镜也不在马桶里 哦 这眼镜也太难找了 佩奇和乔治就是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哪儿都没有 我们全都找过了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哦 糟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我以后只能适应没眼镜的生活了 如果我走得慢点我不会撞到东西的 你们快看 眼镜就在这里 我说猪爸爸 原来你一直都坐在眼镜的上面 哦 迷糊的爸爸 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虽然你的确是有一点点迷糊猪爸爸 但至少你不会再焦躁了 我可从来没有焦躁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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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hen Sie łup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ppapp parol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